喂,我是吳季欣 我們這邊是台灣勞工會議室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也是台灣人民共和國PRT的工作室 在我們後面有人民做主的運動T恤 這邊的話還有就是 台灣勞工多保障 多休假 還有就是 沒有人是籍外人,愛土地 這是瑪亞比虎,還有阿布 還有巴奈的旗子 然後我們今天還有這個旗子是台灣勞工會議室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下面有很多植物 這去宜蘭,老闆送了我很多空罐子 我們現在都把它種上植物 可以看到我的桌子上面 也有新的植物 新的植物,我們桌布剛好 客家桌布喚喜 今天還客家節 我們 在我們這邊的話 台灣應該獨立 這 兩罐這也加了一個 這個大家實際上看見這個在捷運 捷運車站時常有 這種是 耐英的植物 這棵已經種很久 然後這個是 蔡永泉 認同鄭南榮的話 台灣應該獨立 我們今天主要是說 黃華絕食的 是 黃華絕食 今天將該是 特別去看 黃華 說黃華已經絕食 第2次9天了 看起來明顯瘦下來了 我們今天 忙著去立法院前面 去 去看 林輝煩 還有 賴東牆 還有86 紅城醫院 他們在辦這個 請香港 反送中 就是 Against China is Tradition 台灣 with Hong Kong 今天晚上我們看到 3D新聞 它已經報 直接報616晚上 已經到140萬人 我們說6月1號的抗議 已經到103萬人 全球媒體幾乎都報了 所以 香港反送中的行動 算是非常非常成功 而且 今天到今天為止 就有一個 年輕人 因為他要做廣告 被消防隊拉扯之間 掉下樓死亡 這算是一個意外事件 但也是可以 看到香港人 群情激憤 140萬人 晚上 禮拜天晚上 湧上街頭 那林鄭 林鄭月娥 就是 香港特首 表示道歉 要無限制 要 停止 引渡 引渡到中國 這個條件 在這張狗的時候 我們看到黃華絕食 29天 大家都會問 這位老政治犯 都已經快80歲了 他為什麼要這樣 他主張是很簡單 他就是主張台灣共和國 希望是說 有20萬人 或是1萬人 基本上要有1萬人 願意 簽那個認同卡 去台北火車站 大廳去找黃華 那邊有辦事人員讓你簽 他們要簽1萬 1萬個台灣人 要自願參加台灣共和國 這比香港 搞這個 反送中條例 更猛 但是台灣 大家都習以為常 民進黨他也不會 不會怎麼樣 對這位老政治犯 當過民進黨的組織部 主任 大家不會怎麼樣 聽說 聽 這個 江蓋世說 去看黃華的 很多也是 沒有什麼錢的人 跟我這種人一樣 拿個1000塊 就省事檢用一下 拿個5000塊的話 這個月 就會非常辛苦 我們看這個 林輝煥他們 台灣 清廉民主協會 台灣 台灣 Yang 10個人去一趟,來回飛機票可能都快一萬塊新台幣 如果假設有幾個團體去10個人 你就要花掉20萬,還要吃住 那像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他們去了好幾個 他們從六四開始就支持 像郭家瑋他也去了好多天 他們是住最便宜的旅室,還吃最便宜的餐 但是他們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在那邊還有朋友 他們的同志還在香港 所以他們算起來他們可以非常省錢 然後達到支援香港活動的目的 但像黃華,黃華其實在台北火車站去年是支持民進黨台北市市長候選人在選舉 但基本上民進黨黨中央基本上已經認為他們沒有希望 除了去年台北市市長候選人 所以他們輸掉20% 對於一些民黨忠誠分子他們支持台灣獨立的人 他們是情何以堪 所以黃華這次幾乎是不回頭了 要抗爭到底 那黃華如果這次因為絕食到死 他結果就是我們都必須要送帳 跟鄭南榮以前辦大眾祭一樣 就是我們必須要送黃華一段路 因為大家覺得黃華已經在台灣 老政治犯裡面已經是受苦僅存了 不多了 做老做26年、27年 老政治犯非常少 所以他以外還有施明德看起來還健康 還有林義雄 或者說我們說陳菊 都資歷上沒有辦法跟黃華比了 所以黃華如果是絕食死掉 大家就要大眾祭 在大家支持年輕人都支持香港的時候 我們覺得支持這位台灣共和國 堅持要台灣獨立的這位老政治犯黃華 顯得是格外的寂寞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蓋世兄去燒冷罩 實際上是有感而發 黃華這次在民黨派系上面 他們跟民黨的主流 民黨中央 或是民黨主流 或是蔡英文的派系 黃華似乎跟不上對 跟不上對 他也沒有像其他的人 其他的來輩人 能夠跟蔡英文進的人 也沒有太多 他們關係很遠 所以黃華這次絕食 真的是顯得很寂寞 當然有的老朋友去給他支持打擊 打氣 但真正大家可以看得到 真正要簽台灣共和國認同卡的人 非常少 這就是讓人非常難過的地方 大家都主張台灣獨立的年輕人是非常多 但他們獨立的方式 跟定義是不清楚的 大家都知道中華民國是定義是不清楚 就像韓國瑜也在那邊說 我是中華民國 over my body 我反對一國兩制 其實這都亂講話的 中華民國憲法上面是剛性憲法 他就是一國 他就是一國 他就是一個中國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講反話 國民黨習慣說夢話 就像黃華他一直反對 他就認為他是台灣共和國 那台灣共和國做得到嗎 這是問題 這是問題 不然你自己說服自己內部的台灣人民 說我們自己要弄一個台灣共和國 都很難 你看江蓋世他們弄台灣獨立弄那麼久 結果民進黨中華也不採納他們的看法 就變這樣 黃華也是這樣 我記得鄭南榮當烈士 但鄭南榮現在是被認為是言論自由的英雄 而不是說他是台灣共和國 為什麼不敢講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是有觸及到禁忌 連蘇貞昌都喊中華民國 別叫韓國也不要講中華民國的地區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來特別說一下黃華 這次決辭的真的 算起來有夠寂寞 當然還是有一些民進黨史東派的 就是他們認為他們是台灣獨立 他們不是中華民國派的 在台灣還是有 像蓋世兄他就主張是緩進推進 到能夠百分之八九十 贊成台灣獨立的時候 他才要推這個公投 我是基辛 我會看到黃華變瘦好多 有感而發 雖然我們今天跑去 我覺得年輕人去支持一下香港 也是好事情 然後這麼辛苦 花了這麼多錢去香港 祝那麼多天支持 香港人民爭取他們 基本獨立審判權 因為獨立審判權是非常重要 香港獨立審判權有助於中國大陸 使法獨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